最後是 哈囉,各位電玩專速配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編的程小剑 農曆春節九天連假除了出國度假以外 到戶外走走或是進戲院看場電影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幫大家帶來春節電影的選片攻略 除了台灣跟香港的賀歲電影之外 經典動畫電影的最終章 以及《睽違54年才》上映的歌舞片 還有由詹姆斯·卡麥隆所監製 跟編劇的科幻大片 都是大家絕對不能夠錯過的選擇喔 所以趕緊拿著你的鴨帥鞋 往戲院衝一波喔 叫好又叫做的夢工廠動畫電影《迅龍高手》 絕對是影史最受歡迎的動畫系列電影之一 即將在1月底上映的《迅龍高手3》 由導演等原版人馬投入製作 同時也是系列最中章 系列故事想說一名微金族少年 和一隻兇猛巨龍 建立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厚友情 並描述這對好麻吉 在各自的成長歷程中 插上一場驚險刺激 感動人心的冒險旅程 《迅龍高手》第一集 是在2010年上映 歷經九個念頭即將劃下句點 不得不說夢工廠這個決定 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同時也令人敬佩 純粹就票房來看 前面兩集全球大賣了11億美金 以如此龐大的票房基礎 要發展成五集系列故事在收尾 並不困難 但夢工廠還是決定 完整說好這個故事 犧牲了可能的票房獲利 避免走上和變形金剛系列 一樣晚節不保的名譽 《迅龍高手》前面兩集 已經獲得奧斯卡提名 韓金雄獎肯定 以夢工廠高水準 且品質穩定的優良傳統 第三集要再度受到 電影獎項青睞也非難事 喜歡《迅龍高手》的觀眾 千萬不要錯過這部精彩的收尾製作 農曆春節怎麼能沒有一部 歡樂的歌舞片呢 火爲54年 因此上隔了最久才重返大螢幕的 真人去集電影《愛滿人間》 是1964年推出的經典電影 《歡樂滿人間》續作 這次找來了同樣指導過經典歌舞片 芝加哥的羅伯馬歇爾 擔任導演 也入圍了本屆奧斯卡四項大獎 故事設定於手機電影的30年之後 正值經濟大家條時期的英國 輔喪機的麥可班克斯 跌入了人生困境 就在他幾乎失去所有希望的時候 神奇的魔法從天而降 麥可兒時的保姆 瑪麗包平驚喜現身 瑪麗開朗樂觀 充滿活力 還有許多古靈精怪的主意 彷彿一道清清曙光 讓低迷許久的麥可 和三個孩子 有機會走出陰霾傷痛 找回笑容 重新去愛 對於迪士尼決定推出歡樂滿人間續作 業界其實是感到震驚 且頗多疑慮的 畢竟這部1964年推出了電堂之作 當年獲得13項奧斯卡提名 並贏得其中五項大獎 則是迪士尼影業至今獲得最多提名 最多得獎的作品 這位前作已經樹立難以超越的標竿 再加上故事原作者 兒童文學作家P.L. 朱花斯 始終不欣賞這部改編作品 甚至拒絕在將自己比下的作品 改變成電影 一直到他過世之後 他的遺族才突然點頭 答應酬拍續集 這是為什麼續集電影 《愛滿人間》間隔長達54年 才突出的緣故 人生能有幾個54年呢 這部電影絕對不能夠錯過 國片選在農曆春節上映牆票房 已經是多年傳統 也幾乎都能獲得不錯的成績 2018年僅有三部國片票房破億 其中就有兩部選在春節賀歲島上映 一般常見的賀歲電影 以本土題材為主 像是去年的《花甲大人轉男孩》 就是由電視劇改編 《角逃2 王者再起》 則是描繪台灣黑道的續集電影 但要說到台灣首部 麻將喝醉電影 那就被大三元沒出了 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聖家 因為一場麻將賽 意外成了代代富貴的大琴企業 他們之所以能致富的關鍵 就是麻將 聖家企業掌聲小白 原本要在爺爺過世中年之天 繼承家業 全因自己的貪玩 喊不掌勁 而被二伯父南風 在典禮上趕出家門 正當小白走投入路之時 他被房仲沈無缺收留 而來到吳連莊 在吳連莊榜課的幫助之下 小白決心用麻將 都會足以自己的一切 要說到華語片中最經典的麻將電影 絕對不能不提2002年 由杜琦峰、韋家輝兩位導演所指導的 香港農曆春節賀歲片 李姑李姑新年財 當年聖日帶起了一股麻將旋風 也讓台灣電視節目 興起了一波真人麻將對戰熱潮 李姑李姑新年財 當時找來了玉女歌手梁詠琦 扮演無腦俱辱空姐 形象落差之大 獲得不少好評 支持大三元 找來了已婚人妻 談話尺度超開的 Ella 陳佳華 再加上眾多藝人網紅 以打群叫的方式聯手出擊 就看能不能開出一個滿堂彩 莫到一把大三元 看完了台灣賀歲片 緊接著來看看一項擅長 商業犯罪題材操作的香港電影 連政風雲煙幕 劇情描述連政公署裡 有一樁調查多年的重大行為案件 首被告 李達貿易集團負責人氣保潛逃 再加上唯一證人兼舉報者 李達前任財務總監徐之遙沒有出庭 導致法庭嚴審一周 為了重審 負責此案的隊長陳敬慈 和尋找證人的江雪兒 雖然曾經甜蜜現已分居多職的夫妻檔 卻不得不合作 在找人的過程中 兩人發現他們背後隱藏的另一重身份 一個謎團的解開 是另一個謎團的開啟 背後的陰謀超無想像 劇情絕對燒腦 說來奇妙 香港一直被視為亞洲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仍然以商業範最為題材的電影 年年都有 甚至屢屢排出新高度 最經典的 莫過於2002年 由劉偉強和麥昭輝指導 轟入香港一線明星的 吳堅道 不僅獲得當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甚至被國際大黨 馬丁·史特希斯翻派成神鬼無堅 騙一舉奪得奧斯卡最強影片 這也讓吳堅道至今仍被奉為香港最經典的 金匪電影 這次連鎮鳳雲煙幕由麥昭輝指導 並且找來了去年上映剖秀好評的無雙導演 莊文強擔任監製 再加上劉青雲 張家輝 林家興 袁詠儀四位影帝影后加持 就看能不能重振低迷已久的香港電影 2019年 第一部在台灣上映的科幻大片 就是由阿凡大導演詹姆斯卡麥隆 擔任編劇及監製 改編是日本漫畫家穆成信仁 科幻格鬥漫畫臭夢的艾莉塔戰鬥天使 劇情設定在未來的幾個世紀後 一個喪失記憶的機械合成人艾莉塔 她被充滿熱心的合成人醫師 在一處廢料場裡拯救出來 並加拿從受損的狀態中修復重建 透過史詩般的動作冒險情境 帶出這名半機械少女不凡的自我探索及懸案旅程 身為機械宅的詹姆斯卡麥隆 在好友的推薦下成了臭夢漫畫粉絲 更在2000年左右向福斯影業買下了電影改編版權 準備將本作翻拍成電影 可惜卡麥隆已生下阿凡達續集製作的尼鬧鐘 但他從未忘記臭夢也寫好了劇本 2015年終於把包含600多頁的相關筆記 交到了自己信任的導演羅伯摞得李斯手上 且堅持由自己擔任編劇和監製 還讓阿凡達最強製作團隊加入 因此 愛麗塔戰鬥天使 就算不是詹姆斯卡麥隆擔任導演 其影響力很久不容不適 愛麗塔戰鬥天使 透過好萊塢頂尖動態捕捉特效公司威塔加持 將呈現前所未見的先進技術 據說詹姆斯卡麥隆收益於這項技術 也加速了阿凡達2的拍攝進度 預計2020年就會上映 剩下之前 就讓我們先來看看 愛麗塔戰鬥天使帶來的驚人特效 並且期待他會開出多少票房 以上就是本週的電影推薦 那我們過年後再見囉